苹果在2021年推出防跟踪装置AirTag 主张用户能把它附在钥匙、钱包、背包等物品上 帮助追踪找回遗失的物品 但隐私专家和执法部门表示 AirTag也会被滥用来进行犯罪 根据路透社报道 周一在一项提交给旧金山联邦法院的拟议集体诉讼中 两名妇女表示 AirTag是跟踪骚扰者和肆虐者的首选武器 并称AirTag和近年俄亥俄州 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妇女谋杀案有关 原告劳伦修斯的前男友 曾通过AirTag得知他的住处 留纸条进行骚扰 另有原告还说 分居的丈夫把AirTag放进孩子书包进行跟踪 这起诉讼主张为那些被用AirTag追踪的 美国设备用户以及潜在的受害者寻求赔偿 今年2月 苹果宣布将计划升级 以便更容易找到设备 并且在用户周遭有未知的AirTag时 能更快发出警告 截止周二 苹果公司并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